在朋友的怀里放声痛哭 双脚瘫乱需要旁人搀扶 因为她完全无法接受 自己两岁大的女儿 会就此命丧皇权 照片中母女两笑得好灿烂 年仅17岁的小妈妈 15岁就结婚 和前夫离婚后 就靠着在饮料店打工的微薄薪水 独自抚养女童 年轻爱玩 带着孩子和朋友 一起到台中看夜景 没想到宝贝女儿竟就此遇上死结 躺在单架上 意识模糊不清 她是同车的16岁少年 意外发生当下 整个人被羁押到副驾驶座 送医抢救一度恢复意识 但伤势实在太严重 家属认痛放弃治疗 而酿成这起三死六伤的罪魁祸首 竟然还躲在医院墙角 一句话也不敢说 A车驾驶是无灶 然后B车驾驶是有灶 然后当时两个都没有酒驾的行为 原来这名22岁的立新男子 无灶还敢载人上路 甚至还曾嚣张地在脸书上 po文呛声 说自己就是没有驾照 但他的荒唐行径可不止这样 自己先违规还敢自摔套拍大声呛警 今年11月立新男子就曾因为机车车牌被吊销 就去偷了脏车车牌挂上 逃逸巨检还冲撞警车 当时就闹上新闻版面 时隔一个月 物照上路还是学不乖 闹出三条人命 想赔也赔不起 记者彭志明肖镇虽欢苗栗报导